来自基隆的武艺爱好者 分别展现了楼梨球 土峰舞 太极拳 国标舞 活力健康舞之美 我们114年全国武艺展在花莲 有4800多位来参加 包括台中以北12个县市 而且我们很多的活动 包括有土峰舞 严肌舞 太极拳 活力健康舞 楼梨球 而且来自基隆 就有1800多位的 在李博远临近来 各单向主委带来 是所有参加人数最多的 代表说我们基隆 会长是基隆 基隆的团队特别支持 而且也非常谢谢 我们华里县的习机会县长 大力支持我们来办理这个活动 推广运动不遗余力 像这样讲究力度拿捏 方位掌握的楼梨球运动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一同练习 楼梨球它是一个会钓球的运动 所以它必须要集中你所有的精神 来控制这个球 所以它是蛮有挑战性的 而且它都是以化缘的原理 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所以在我们基隆发展 我们基隆目前会员就有一千多位的好朋友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楼梨球推展到全国各地 金融市商业会也前来共襄盛举 一起推广运动 让身体越来越健康 体育对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做生意的 我是商业会的理事长 我今天带了两部游览车的 我们体育会的所有的干部 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由台湾体育总会主办花莲县体育会 承办的111年全国武艺展演大会 7月30号在花莲县立体育馆盛大举行 近5000位舞蹈爱好者齐聚切磋 展现自信 美丽与热情 地主花莲县政府 也特别准备了大雨冠舞马 讲述阿美族男人为了取得佩戴雨冠的资格 应有狩猎并抵御敌人的过程 其中穿插女性娄美姿态 以整线对舞室的鼓舞 非常高兴我们全国性的活动来到花莲 也可以让全国的朋友来看到花莲的 山水之美之外 也可以在这里尽情展现自己的舞蹈魅力 那我们也邀请了花莲在地的团体 一起来展演 那这次要特别谢谢汪惠理事长 郑吉州前理事长大力的推动 那我们期盼花莲未来有更多的体育活动 能够来这边做相关的赛事 我们也诚挚的欢迎大家 非常感谢台湾体育总会 这次能够一试到花莲县来办理 本市花莲县总共出了19个团体 近千人来参加表演 希望舞力能够继续传承 希望这个舞力全该在花莲 能带动全台湾省 大家来舞力运动 带给大家快乐和健康 以不同的舞马共同展现热情与活力 郑理事长也指出9月3号 将在外幕山举行全国剑走大会师 欢迎市民朋友前来参与 全国剑走 全空动作就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